1月5号大陆单方面宣布 启用M503北上及三条衔接航线 引发我方强烈不满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特别提出四点意见 M503航线完全位于台湾海峡 靠近大陆一侧 在上海飞行情报区内 设立和启用这一航线 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部门的 常规工作 是大陆内部事务 除了说明原有航线确实不堪使用 更直接打脸蔡政府 强调启用M503北上航线 不存在片面开通一说 在沟通中大陆方面表示 以后开启M503北上航线 和相关衔接线时 会事先与台湾方面通缉 但这并不意味着 开通该航线需要台湾方面的同意 而针对万豪酒店集团 达美航空LARA网站 遭大陆会员举报 将台湾 香港 澳门 西藏 都列为国家一事 马小光再次重申一个中国的立场 同时也对林心如被人举报 涉台独事件做出回应 这件事情相信有关方面 会客观评估 妥善处理 台湾艺人林心如自制自演 我的男孩才播出两集 就传出因为拿了文化部 2000万补助 遭大陆网友举报拿台独津贴 被大陆广电局全面下架 大陆国台办回应 将客观评估处理 也间接证实了 却有此事 记者唐全不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